各位晚安 欢迎收看2100整点新闻 我是黄玉兰 台北市长蒋万安 今天进行了上任后 首次的施政报告 并接受议员的质询 而自称是讲师的 民进党台北市长议员 王世坚就说 要为蒋万安来上第一堂课 而他的第一份礼物 就是螺丝旗子 他跟当场教学示范 要提醒蒋万安 拴紧市府团队的螺丝 而国民党团 则是送上了提醒饮料和对联 要给蒋万安来加油打气 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109天 到议会施政报告 被寻处女秀准备上场 很好 平常心 我们就是到议会来 跟议会做报告 接到议会 民进党议员磨刀霍霍 过去和柯文哲相爱相杀 现在还要从柯黑 变讲师的王世坚 送给蒋万安的第一份礼物 是这个 政府团队罗斯松 拿出宗雄造型的螺丝起子 王世坚还不忘亲自示范 介绍这份大力功能 教蒋万安怎么用 做好市政的第一部就是 酸井螺丝 酸井自己的螺丝 酸井四组团队的螺丝 这支螺丝其实很可爱 有六种不同的尺寸 可以酸井不同的螺丝 我示范一支你看 其实 我就把它送给你 放在市展市 国民党团也送上提升饮料 跟虎尽未明做牛做马的字符 齐取蒋万安拿出12万分拼尽破例 如虎天翼拼市政 用上一些小礼物 包括这个老虎牙子 还有蛮牛 同时呢也还有一副字 齐取我们的蒋万安市长 能够虎尽未明做牛做马 蒋万安只需首秀各界关注 民进党议员更轮番上阵 从市政满意度里长座谈会 甚至拜会议员连番炮轰 一场场震撼教育 让蒋万安新政没有蜜月期 借邂逅如李一璇 SNG小组 估计简介绍 只是健康中的 冬天 冬天